听读练习 沟通 把交流当成习惯 在日常生活中 形成一种实时沟通 适时交流的习惯 否则 即使为了表达某种善意 或是 为了把事情办好 也有可能因为缺少交流 而把事情半糟 丈夫要在一个重要会议上演讲 为此 妻子专门为她买了一身西服 晚饭时 妻子问西服是否合身 丈夫说 上衣很好 就是裤子长了两公分 倒是能穿 影响不大 晚上 丈夫早早就睡了 可她的母亲却睡不着 一直在琢磨着 儿子这么重要的演讲 西裤长了怎么能行 反正 反正 人老了 也睡不着 就下床 把西服的裤腿 剪掉两公分 缝好烫平 然后 安心地入睡了 到了早上五点半 妻子睡醒了 想起丈夫西裤的事 觉得时间还来得及 便拿来裤子 剪掉两公分 缝好烫平 然后去做早餐了 一会儿 女儿也起床了 看妈妈的早餐 还没有做好 就想起爸爸西裤的事情 先想 自己也能为爸爸做点事情了 便拿来西裤 剪短两公分 缝好烫平 就这样 一条只长了两公分的裤子 因为缺乏交流与沟通 被他们三人连续剪短了三次 等这位丈夫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再来换衣裤时 却发现 这条裤子已经短的不能再穿了 把交流当成习惯 在日常生活中 形成一种 实时沟通 适时交流的习惯 把交流当成习惯 在日常生活中 形成一种 实时沟通 适时交流的习惯 把交流当成习惯 在日常生活中 形成一种 实时沟通 适时交流的习惯 把交流当成习惯 把交流当成习惯 在日常生活中 形成一种 实时沟通 适时交流的习惯 否则 即使为了表达某种善意 或是为了把事情办好 也有可能因为缺少交流 而把事情半糟 否则 即使为了表达某种善意 或是为了把事情办好 也有可能因为缺少交流 而把事情半糟 否则 即使为了表达某种善意 或是为了把事情办好 也有可能因为缺少交流 而把事情半糟 否则 即使为了表达某种善意 丈夫要在一个重要会议上演讲 为此 妻子专门为她买了一身西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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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饭时 妻子问西服是否合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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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说 上衣很好 就是裤子长了两公分 倒是能穿 影响不大 丈夫说 上衣很好 就是裤子长了两公分 倒是能穿 影响不大 丈夫说 上衣很好 就是裤子长了两公分 倒是能穿 影响不大 晚上 丈夫早早就睡了 晚上,丈夫早早就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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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她的母亲却睡不着 一直在琢磨着 儿子这么重要的演讲 西库长了怎么能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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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反正 诊老了也睡不着 反正 诊老了也睡不着 就下床 把西服的裤腿 剪掉两公分 缝好烫平 然后安心的入睡了 就下床 把西服的裤腿 剪掉两公分 缝好烫平 然后安心的入睡了 就下床 就下床 把西服的裤腿 剪掉两公分 缝好烫平 然后安心的入睡了 到了早上五点半 妻子睡醒了 想起丈夫西库的事 到了早上五点半 妻子睡醒了 想起丈夫西库的事 到了早上五点半 到了早上五点半 妻子睡醒了 想起丈夫西库的事 到了早上五点半 妻子睡醒了 想起丈夫西库的事 觉得时间还来得及 便拿来裤子 剪掉两公分 缝好烫平 然后去做早餐了 觉得时间还来得及 便拿来裤子 便拿来裤子 剪掉两公分 缝好烫平 然后去做早餐了 觉得时间还来得及 便拿来裤子 便拿来裤子 然后去做早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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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一会儿 女儿也起床了 看妈妈的早餐 还没有做好 一会儿 女儿也起床了 看妈妈的早餐 还没有做好 一会儿 一会儿 女儿也起床了 看妈妈的早餐 还没有做好 一会儿 女儿也起床了 看妈妈的早餐 还没有做好 就想起爸爸 西库的事情 就想起爸爸西库的事情 就想起爸爸西库的事情 先想自己也能为爸爸做点事情了 便拿来西库 简短两公分 缝好烫平 先想自己也能为爸爸做点事情了 便拿来西库 简短两公分 缝好烫平 先想自己也能为爸爸做点事情了 便拿来西库 简短两公分 缝好烫平 就这样 一条只长了两公分的裤子 因为缺乏交流与沟通 被他们三人连续剪短了三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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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这位丈夫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再来换衣裤时 却发现 这条裤子已经短的不能再穿了 等这位丈夫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再来换衣裤时 却发现 等这位丈夫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再来换衣裤时 却发现 这条裤子已经短的不能再穿了 把交流当成习惯 在日常生活中 形成一种 时时沟通 适时交流的习惯 否则 即使为了表达某种善意 或是为了把事情办好 也有可能因为缺少交流 而把事情半糟 丈夫要在一个重要会议上演讲 为此 妻子专门为她买了一身西服 晚饭时 妻子问 西服是否合身 丈夫说 上衣很好 就是裤子长了两公分 倒是能穿 影响不大 晚上 丈夫早早就睡了 可她的母亲却睡不着 一直在琢磨着 儿子这么重要的演讲 西裤长了怎么能行 反正 人老了也睡不着 就下床 把西服的裤腿 剪掉两公分 缝好烫平 然后安心地入睡了 到了早上五点半 妻子睡醒了 想起丈夫西裤的事 觉得时间还来得及 便拿来裤子 剪掉两公分 缝好烫平 然后去做早餐了 一会儿 女儿也起床了 看妈妈的早餐 还没有做好 就想起 爸爸西裤的事情 先想 自己也能为爸爸 做点事情了 便拿来西裤 剪短两公分 缝好烫平 就这样 一条只长了两公分的裤子 因为缺乏交流与沟通 被他们三人 连续剪短了三次 等这位丈夫 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再来换衣裤时 却发现 这条裤子 已经短的 不能再穿了